曹操麾下猛将众多 为什么曹操非要派关羽解白马之为 原因很简单 熟读三国演义 我们不得不承认 关羽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 他对刘备的忠心更是令人动容 抛开其他不谈 单说刘备与徐州败于曹操 无奈转头袁绍之时 关羽已与他失散 甚至不知他的生死 面对曹操的大军 却毫无投降之心 后来张辽出面相劝 他才勉强答应 降汉不降曹 为了保住刘备加小 和自己的有心之身 短暂归降 并直言自己会在立下功劳 得知刘备下落之后 就会离开曹营 尽管曹操在不断的对其进行利诱 他却在展颜良诸文丑之后 如自己承诺的那般离开了 说到此处 我们不禁会产生一个疑惑 那就是如果曹操不让他解白马之为 他便不能立下功劳 也无缘得知刘备下落 很可能无法离开曹营 那么曹操为什么非要让他出战呢 要知道当时曹操麾下的汉将 还有能够立战马超的徐楚等人 他的嫡系将领曹人 夏侯渊等人也没有出战 不一定非官与不可 曹操如此安排 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对此小编有以下几点猜想 一曹操不知炎梁实力 不敢损兵折将 炎梁率军攻打白马之时 先是连续斩杀了 元属吕布麾下的宋县 魏絮 之后汉将徐晃出阵 宇战二十和 败归本镇 这个时候 曹操根本不知道 炎梁的实力到底有多高 在家下徐楚等人 没有能力 二十回合败徐晃 毕竟当初他收降徐晃之时 徐楚与其大战 五十和不分胜负 这种情况下 曹操自然不敢 也舍不得再派自己的心腹 爱将去挑战炎梁 关羽这样有实力 却不与他一心的人物 正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如果关羽 一直不能为他所用 他费尽心力收降关羽 便也没什么意义了 二 众将被炎梁的实力惊呆 军心不稳 当然了 徐晃败后 如果再有大将请战 曹操也不会阻止 可是这个时候 根本没有人请战了 毕竟徐晃败了之后 其他人的反应 只用四个字便能概括 即诸江力燃 在演绎中 将领的单挑实力 决定战争的胜负 几乎是默认的潜规则 这等情况下 将领都没有了战心 根本没有办法打下去 所以曹操才心中郁闷 只能另想他法 三 承玉的建议 最初的时候 曹操倒是考虑过 关羽立下功劳 就会离开一世 但是承玉 为他分析过后 这一顾虑 便看似不存在了 小说第二十六回中写道 曹曰 吴孔他立了功便去 承玉 刘备若在 毕头袁绍 金若使云 长破袁绍之兵 绍必以刘备 而杀之矣 被既死 云长又安网乎 也就是说 承玉认为 派关羽出战 不但不会导致他离开 反而可以间接坑死刘备 从而使关羽对曹操死心踏地 而曹操也认可了这一观点 于是便派关羽出战了 只不过 他们低估了 刘备的善变能力 刘备不但没有被袁绍所杀 反而趁机逃脱 与关羽张飞再次相聚 而关羽也在立下大功之后 义无反顾的离开了曹操 通篇分析之后 我们不难得知解白马之为的时候 曹操派关羽出战 并非考虑不周 他做出这一选择是必然的 毕竟当时他真的无人可用 而派关羽出战 败了 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 胜了 则既可解白马之为 又可坑死刘备 让关羽彻底留下的可能 每日更新 欢迎订阅